藍機配的在EZGO S4下的測試 把它插入電腦USB中 燈會閃 那有沒有驅動呢 在中端機下下LSUSB 那你在中端機上面會看到這一行 表示他知道這一項設備 如果你驅動程式都裝完的話 正常應該會顯示這一條 表示他有這個設備 那我們把MSPDEB有裝起來的話 執行MSPDEB UGJ制程式 RF2500 執行完你會看到這樣 現在只有一個燈號量 那我們把程式載入 我們載入LED.ELF這個程式 然後去RUN它 有看到燈號在閃 表示他已經在寫入程式 所以可以說 EZGO S應該是認識USB LUNCHPAD的這個板子 應該是認識的板子 當我們結束Ctrl C 結束有資料在跑 燈號也停了 然後Ctrl D離開程式 可是當我們在Squatch下面的時候 在Squatch下面 這邊 把偵測叫出來 顯示 顯示偵測器 按Shift加Enter 使用GoGoGo 再選擇USB 這邊確實出現這個 有可能是 Squatch還不認識 或者是說 LUNCHPAD跟Squatch之間的 銜接 不知道哪裡有問題